我最好的朋友感染了 为了不被传染成为怪物 我抛弃了他 夜半时分 我良心难安 悄悄给他送饭 他却诡异一笑 一把将我拉入怀中 人类才需要食物 你就是我的食物 正文开始 人类被为之病毒入侵 只要做了亏心事 自觉心中有愧 就会发病 疫情严重 路上都是突然发病 不能再行动的感染者 机动车无法通行 大多数人都会不行 偶尔有一两个骑自行车的 也十分小心 远远看到行人就停下来躲避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 我过马路不看车了 路上的感染者比昨天更多 我有些害怕 一路都低头快走 今天起得有点晚了 要是再不快一点上学 就会迟到 直到肩膀被重重地拍了一下 万乃馨 你脖子断了 这么走路是要撞到人的 我回头看到了白曼 先是欣喜 然后又紧张地后退 你不知道不可以在路上说话吗 他满不在乎地挽住了我的胳膊 有什么关系 我的良心早就让狗吃了 我被他的样子逗笑 拉着他一起朝学校走 有白曼陪着 那些站立的沾染者也没有那么可怕 但临近学校的那段路 还是走得异常沉重 那些人看着都有些脸熟 应该是接送孩子的家长 或是平时在学校门口做生意的小贩 交英语的顾老师就站在马路对面 瞪着两只哭得红肿的死鱼眼 目送我俩经过 我下意识地拽紧了白曼的胳膊 你看顾老师也中招了 他没有回头 拉着我快走 气喘吁吁提醒 别看 进了学校就安全了 进了学校就安全了 刚进校门 就看到进教学楼的必经之路上挤满了人 他们的样子糟透了 双腿长在路面上 都是昨天放学后没能回家的学生 校园里也有疫情了 我们呆立当场 你们在干什么 快进教室去 一个中气十足的男生吓了我一跳 看到保安大叔正举着警棍 快步朝我们走来 没有人告诉你们 不可以在外面站着不动吗 我平时就有点怕他 现在又是特殊时期 我拉起白曼就走 刚走两步又被迫停下 白曼没有动 我心里一惊 压制着恐惧回头 正对上白曼绝望的脸 他站在原地 胳膊被我拉得比直 脚却像是汗在了地上 纹丝不动 泪线开始疯狂运转 眼前的白曼变得模糊 周围的一切也跟着虚幻起来 我多希望这是一场梦啊 说不好是谁先放的手 保安大叔扛起我走进教室时 我已经哭到抽搐 白曼是我最好的朋友 平时遇到烦心事 都是他开导我 没想到 这么个没心没肺的姑娘 也会感染发病 课室肯定没办法上了 为了不影响其他同学的情绪 第一节数学课 老师让我在办公室里休息 这不是个好主意 因为从办公室的窗户 正好能看到楼下的白曼 虽然老师临走前 一再提醒不可以接近窗户 我还是忍不住 从窗口偷偷往外看 他已经没有早上时候 那么激动了 也不再哭了 太阳一点点爬过楼顶 阳光把他照得甚至有点好看 实在想象不到 这么朝气蓬勃的一条生命 这么快就要走到尽头了 这样的事情看得多了 也不觉得有多可怕 我现在最大的感受就是后悔 后悔没有跟他好好告别 虽然大人一再告诫我 不可以和认识的感染者说话 但我相信白曼不会害我 其实我留下来陪他一整天 他也不会求我任何事 正趴在窗台上发呆 一领背骨大力拉扯 一阵血运感后 我看到了妈妈那张愤怒的脸 啪 脸上重重挨了一下 我捂着脸低头站着 心虚的不敢看他 你这孩子是怎么回事 你是不是脑子有病 你告诉我你是不是有病 他每骂一句 我的脸上脖子上 就会重重的挨上几下 被打的地方火辣辣的疼 我依旧不敢抬头 乃馨妈妈 你消消气过来做会 谢天谢地 班主任刘老师终于赶回来救我 但他实在太瘦小了 根本不是我妈妈的对手 他被妈妈推了几下后也急眼了 插着腰大声吼道 乃馨妈妈 他是你亲生的 你打完他一定会后悔的 后悔是什么意思知道吗 妈妈的手没有在落下 半推半就的被刘老师拉到了一边休息 乃馨妈妈 叫你过来 就是因为乃馨和白曼的关系太好了 两个人今早又是手挽着手来学校的 妈妈在哭 我这是造了什么孽呀 这事到底是怎么了 我则偷偷转过头 去看操场上的那个熟悉的身影 我也想知道 世界到底怎么了 前不久 一种前所未见的病毒 悄悄蔓延开来 最早被注意到的病例 是个站在马路中央阻碍交通的男人 晚高峰为此异常拥堵 交警赶到后无法交流 男人的情绪十分激动 一直在喊 腿 我的腿 交警上前撸起他的裤管 看到了十分恐怖的画面 摆十条细如发丝的血线 从他的小腿 一路延伸至坚硬的柏油马路之中 就好像是人长出了根须 扎根在了土地里 这样诡异的场面 很快引起了围观 当有人碰出他腿上的细线 男人就像被上行一样惨叫 大家起初都觉得 这是一场恶作剧或者行为艺术 交警强制执法 想将那个男人拖走 男人苦苦哀求无果 情绪变得十分激动 但是双拳难敌四手 他最终还是被架了起来 脚离开地面的一瞬间 男人惨叫一声死了 死不瞑目的那种 尸体被拉去解剖 法医说那些血线是一变了的神经细胞 男人是被活活疼死的 这件事还未开始发酵 就陆续有新的病例出现在世界各地 他们有的是梦游中稀里糊涂走上街头 有的是上班路上突然走不动了 总之人们一觉醒来 大街上就多出了一群植物人 他们有些是被强行带走的过程中疼死的 有些是被活活饿死的 医生 生物学专家去了一批又一批 谁也说不清楚这是种什么病毒 找不到发病的原因 检测不到病毒 也找不到感染者之间的联系 一下子人心惶惶 人们出门开始戴口罩 穿防护服 甚至举家搬离沦陷的城市 但这些都没有用 这场瘟疫正以人类无法想象的速度蔓延开来 随着发病人群的慢慢扩大 专家发现大多数被困在路上的感染者 都会回顾医生当中最对不起的人和事 喋喋不休地对自己曾经的所作所为忏悔 网络上开始流传一种说法 只要你做了亏心事就会发病 所以这种病毒又被亲切地称为天使病毒 有了它的出现 再没有人敢作恶了 做了坏事就会变成植物人 在外面被太阳晒死 被活活饿死 社会不再需要法律 不再需要监督 人人都是遵纪守法的良好公民 有人跳出来说这场瘟疫是在净化 净化人类中的害群之马 对于这样的观点 我一点都不赞同 白曼他还只是个高一学生 他有什么错 赶在第一节下课前 妈妈带我离开了学校 他拉着我一路走得飞快 经过白曼身边时 更是差点将我拽倒 我依旧没有机会和他告别 更难过的是 妈妈把我的手机也没收了 他告诉我在白曼被清理走之前 我都不可以去上学了 妈妈的性格很强硬 从小到大都是他说了算 我从不敢捂你 他根本不理解我 也根本不在乎我是怎么想的 我只能把自己关进卧室 做着最后的无声反抗 午饭我没有出去吃 晚饭时 妈妈把饭放到了门口 隔着门又嘱咐了几句 才出门上班 我趴在门上听了一会 确认房子里没有动静 才打开门把饭拿了进来 今天的晚饭是红烧肉和白酌菜心 都是白曼喜欢吃的 我只扒了两口饭 眼泪又不争气地掉了下来 白曼现在怎么样了 有没有人给他送饭 我不可救药的开始内疚 即使救不了他 我也应该陪他一会 至少陪他度过最开始那段恐惧 绝望的情绪 可我什么都没做 我直接放开了他的手 没错 是我先放手的 看到他动不了 我当时害怕极了 本能地甩开了他的手 即使保安大叔没有来拽我 我也会自己逃跑的 脚心传来一阵麻痒 我下意识地跳了起来 抓着脚哭得撕心掠肺 我也犯病了吗 我也变成一颗长在地面的树人了吗 直到一颗小小的蚊子包慢慢成形 我浑身的血液才重新开始流动 刚刚真的是吓到我了 我不想死 可是我做了亏心事 逃不过内心的谴责 那个病早早晚晚会找上我的 我犹豫了很久 最终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我要去看看白曼 给他送点吃的 或许能让我的良心好过点 天完全黑下来以后 我加热了妈妈留给我的那盒饭 用保温袋小心地包好 出门前 我做了万全的准备 将耳机里的声音开到最大 这样路上的那些人 说什么我都听不到了 我从来没有在晚上自己出过门 本以为会很可怕 但其实比白天时要好很多 路上的感染者 都闭着眼睛睡着了 我经过时完全没有反应 最大的挑战 反而变成了翻栅栏 学校的大门上锁了 我费了好大的力气 才翻进学校院子 这里的情况和外面差不多 大家都闭着眼睛一动不动 我小心地在人群里穿梭 很快就找到了白曼的身影 虽说我们是最好的朋友 可防人之心不可无 我绕到了他背后 将早就写好的纸条 递到他眼前 这才轻轻将他推醒 学校里的路灯 足够他看清纸条上面的字 那是我早已准备好的约法三章 我是万乃馨 我给你拿了吃的 但你必须答应我三件事 我才能把东西拿给你吃 如果你能做到就点点头 我在你背后能看得到 白曼再点头了 于是我收回纸条 把饭盒递了过去 本来想送上爱心便当 就立马离开的 可看到他狼吞虎咽的样子 又觉得难过 于是我轻轻摘下了耳机 小声问他 你爸妈来过吗 他吃饭的动作一致 然后轻轻摇了摇头 我鼻子一酸 不经大脑的脱口而出 还有什么需要我为你做的吗 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 要知道现在的人 都特别害怕感染者 不是因为感染者传播病毒 而是怕他们开口求助 如果你听到了求助而不去做 这就是一件亏心事 再加之感染者的境遇如此凄惨 平常人很难不产生愧疚心理 只要你产生 哪怕那么一点点内疚心理 病毒就会抓住机会感染你 不能和认识的感染者说话 这是三岁小孩子都知道的事情 可我现在在做些什么呀 我竟然开口问他 需不需要帮助 白曼如果说请你救救我 或者说请你杀了我 那我肯定做不到 最后的结局 只能是留下来和他作伴 可是他什么都没说 只是一边摇头一边哭 那种楚楚可怜的样子 看得我心都碎了 我翻出半包纸巾 绕到正面去给他擦眼泪 结果我比他哭得更惨 哭声惊醒了周围的感染者 操场开始躁动起来 白曼帮我戴上了耳机 我们开始用文字交流 小曼你疼吗 疼 腿根本不敢动 一动就钻心的疼 长出根须的地方 还流出粘液 把鞋子粘在地上了 我抓着本子好久 才歪歪扭扭的写下一句话 你要坚持 任何疾病都是可以被治愈的 只要活着就还有希望 说明明天就有特效药了呢 他边哭边点头 还没等动笔 我就见到保安大叔冲了过来 他铁青的脸把我拖进了保安厅 小丫头 你是活腻了吗 然后开始给我妈妈打电话 我在一边静静地站着 等着他消气 我知道妈妈是不会接陌生人电话的 因为他害怕 那是感染者打来的 电话里也可以提请求啊 有些人为了能活着 就不管别人的死活了 他果然没有接电话 保安大叔连打十几个后也放弃了 转而虎着脸气呼呼看我 我做出一副谦卑的样子道歉 对不起 我实在太内疚了 就想过来弥补一下 我保证这是最后一次 下不为例 下次 你还想有下次 认得回家的路吗 这是要放我走了 我立刻点头说 认识认识 我家离学校不远 你要送我回去吗 你倒是想得美 这都什么时候了 我可不能送你回去 他叹了口气 快走吧 路上注意安全 我就不问你是哪个班的了 反正这破学校也开不了几天了 我拘了工费快地跑了 临走时还不忘回头看他白漫 他也在转头望着我 我朝他挥了挥手 穿过炸了门时一身轻松 我想我不会被感染了 清早我被警报声吵醒 屋子里空空荡荡 妈妈还没有下班回来 隔壁的年轻夫妻又哭又笑 打开窗户噪音就更大了 好多人从窗口顺了衣服 床单出来 上面用醒目的颜色 写着SOS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赶紧回屋打开电视机 所有频道都在播放同样的内容 本市已派出救援队 深入各大社区 请配合救援人员有需撤离 门外事实响起敲门声 本楼居民请拿好贵重物品 到楼下集合 我毫不怀疑通知的真实性 在这个被病毒监督人性的敏感时期 没有人敢说谎 或者动一点点邪念 可是我不能走 因为妈妈还没有回来 我的手机被他拿走了 如果我就这么跟救援队走了 他一定会急死的 城里肯定是没有进途了 还不知道被拉到多远的地方去 我想和妈妈在一起 虽说妈妈的脾气不好 可毕竟是生我养我的人 我不能丢下他一个人毒火 门外的喧闹声渐渐小了 楼下响起了发动机的声音 我跑到窗边去看 楼下有两辆集装卡车 正在缓缓开走 可是马路上都是感染者呀 那卡车所过之处 硬生生压出了一条血路 得救的欢呼声渐渐熄灭 取而代之的是感染者绝望的爱好 地狱是什么样子我不知道 但此时此刻的马路上 就是真实的人间炼狱 我突然想到了白曼 他也会被同样对待吗 成为车轮下一滩 分辨不出身份的血肉 感染者已经被放弃了吗 空气里的血腥气令人作呕 我关紧窗户锁进被窝 尽量不去听外面的哭声和嘶吼声 迷迷糊糊的睡了一会 醒来时已经是傍晚时分 妈妈依旧没有回来 我又趴在窗台上往楼下看 路面已经变成了暗红色 街边随处可见一句句 残破不堪的血肉 人行道上的感染者 虽然侥幸活下来 可也被见得满身血污 他们中的一些可能已经疯了 发出不似人类的大笑和哭号 那声音让我烦躁 现在的处境更是让我不安 有些后悔没有跟救援队走了 看到这样的场景 我更不敢下楼了 可是妈妈去哪了呢 我很担心她 夜幕完全黑下来以后 妈妈依旧没有回来 外面的哭号声也渐渐小了 整个城市陷入死一般的寂静 想想白日里马路上 蛮是死人的样子 我不敢下去 一天没吃东西 肚子终于开始咕咕叫了 我走到冰箱前打开 里边只有半苹果酱 我不死心的又打开了冷冻 依旧是空空如也 我们家吃的都去哪了 妈妈昨晚不是还对我做了红烧肉 和炒菜心吗 我三两步冲到厨房 把上上下下的橱柜翻了个遍 除了一些奇奇怪怪的调料 什么都没有 就连装白砂糖的罐子也空了 这是什么情况 我懵了 想要给妈妈打个电话 又想起自己的手机被没收了 我抱着侥幸的心理 去了妈妈的卧室 虽然一般情况下 我犯了错 她会把我的手机放在包里随身带走 以防止她上班时 在枕头下面看到了我的手机 上面有一连串的未接电话 都是妈妈打来的 可惜我的手机是震动模式 隔着一层后生门板 什么都没有听到 我立刻解锁手机回拨过去 对面是对不起 您所拨打的电话 以关机的提示音 我失望地挂断电话 这才发现还有一条短信 也是妈妈发来的 乃馨千万不要跟救援车走 我惊了 为什么不可以跟救援队走 难道说他们居心叵测 再想想 他们对待感染者的方式 我后背惊出了一身冷汗 抓着手机响了一会 我又把电话打给了白曼 电话只响了一声就接通了 对面传来了虚弱的声音 乃馨 我好饿 天哪 我真想告诉她 我也很饿 可现在不是讨论温饱的时候 我着急地问她 你有没有事 救援队有没有去学校 救援队 什么救援队 找到方法救我们了 我也搞不清楚状况 我不想告诉她 上午看到的惨烈情形 赶紧将话题转移 小曼 你的手机为什么还有电 我一直没敢用 他爸爸妈妈找不到我 她的话听得我一阵难过 白曼还不知道 她的爸爸妈妈 已经跟着救援队走了 他们已经放弃这个女儿了 这些话我不打算告诉她 只匆匆说了句我去找你 就挂断了电话 我要去找白曼了 与其在这里等死 还不如和感染者死在一起 晚上的却比白天安全一些 沿路的感染者都睡着了 站在阴影里一动不动 城市的电力系统 已经停止运转 看来没被感染的人 都已经撤离了 这座城已经被彻底放弃了 今天的月亮又大又圆 足够我看轻去学校的路 我高估了自己的承受能力 沿路的血腥味还是很重 熏得我吐了几次 身上更加没力气了 完全是凭借着意志力 支撑着自己一步步挨到学校 不过值得庆幸的是 学校果然是一片净土 还没有被救援队的卡车碾压过 我翻过学校的外墙 轻车熟路的找到了白曼 他受得有些脱了像 但还是努力的冲我笑 我也抱着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 我扫荡了学校的小卖布 拿了一大包花花绿绿的零食 和白曼一起在月亮下吃了起来 他的校服裤子被撑破 双脚也变成了两个异常难看的大肉流 我假借拿零食 蹲下身偷偷观察他的脚 血已经被一遍的双脚撑爆 肉流附近还有数不清的红色血线围绕 那些血线在扩张 就像植物一样 将根须遍布的更深更广 好能汲取更多的养分 乃馨 留下来陪我吧 我不敢置信地抬头 看见他没有一丝肉感的脸上 绽放出诡异无比的笑 我想跑 可已经晚了 头发被他一把揪住塞进了肚子里 那里面不知道有什么东西 竟将我的头发死死缠住 头皮扯得生疼也无法挣脱 我折腾累了 就坐在地上哭 一边哭一边骂白曼没良心 他也不恼 反而哥哥笑着安慰我 乃馨 做一棵树有什么不好 能够长长久久地活下去 你现在还体会不到 那种与大自然完全融合的感觉 真是舒服极了 我想到了一切可能 却没算到白曼会疯 疯子杀人是不用负法律责任的 更何况是一个被感染了的疯子 零食很快就吃完了 那些包装袋看起来鼓鼓的 可里边的东西实际上只有一口 我央求白曼放我去小卖部再拿一些 可他却笑我像傻子 乃馨 生物科上学过嫁接吧 你见过嫁接的东西 自己长腿跑了吗 合着 我就是个嫁接的秧苗呗 可是我饿呀 白曼也饿 可他说吃了我就不饿了 我的头发被扯住 没办法回头 不知道他是用什么东西缠住了我 但那东西显然是活着 而且在一点一点收紧 昨晚我还能跪坐在地上 现在就只能跪的笔直了 那样子就好像 我在给在场的所有感染者下跪忏悔 可该忏悔的根本不是我好吗 真不知道白曼是怎么保持 占自己天几夜的 我跪了一个晚上 就已经腰酸被痛了 迷迷糊糊的靠在他身上睡着了 白曼的身体坚硬的像树干 隔得我的后背生疼 到了晚上的时候 我的头皮被扯得生疼 觉也没得睡了 白曼已经很久没有说话了 我猜他是睡着了 或者换个思路 感染者已经被植物化 没有太阳的时候 就不能进行光合作用 他们是在休眠 不管是什么 现在是我动手的好时机 谢天谢地 我出门时害怕找不到吃饭的地方 刻意拿着打火机出来 虽然有点舍不得 睡了两年多的头发 可此时此刻 命才是最重要的 我连打了几下火时 小火苗终于跳跃而出 头发烧得很快 头皮几乎是第一时间 就感觉到了热浪 等到头和白曼脱离开时 整个脑袋都火辣辣的疼 好在我早有准备 将手里拧开了瓶盖的矿泉水 一股脑浇上去 这才稍稍觉得好了些 还没等我庆祝节后余生 后脖领子就被大力提了起来 紧接着脖子也被死死勒住 耳边传来了白曼气氛的声音 你敢烧我 一起下地狱吧 空气里弥漫着 令人窒息的烟味和臭味 我被熏得不住咳嗽 后背也火烧一样的疼 我点燃头发的时候 把白曼也一起点燃了 现在我也正脱不开 真硬了那句话 首先看见的是班长那张放大的脸 班长苏洋是学校出了名的校草 一张脸更是帅得没话说 我自习客趴在桌子上睡觉那次 他也是这么凑的 很近地叫醒我 怪难为情的 这是怎么回事 噩梦吗 我红着脸坐起来 看见的是熟悉的教室 熟悉的桌椅 然而周围人脸上或麻木 或痛苦的表情提醒我 这一切都是真的 万乃馨 你觉得怎么样 要不要吃点东西 我虚弱的摇摇头 转头朝窗外看去 那里有一颗默默燃烧的火树 白曼 对不起 好了 别看了 看也没用 把这个带上 我被强行扣上一个耳麦 带的过程中 刮蹭到头皮 我疼得字牙咧嘴 下意识地就想要拿掉 手却被苏洋死死抓住 他在说话 可是耳麦中的音乐声太大了 我什么都听不到 他重复了几遍 才从我茫然的表情中 明白了我的难处 拿过来纸笔给我写字 这个是防止 你被外面感染者迷惑的 必须要24小时带着 睡觉也不可以摘下来 知不知道 看到苏洋严肃的脸 我顺从地点了点头 忽然又想到一个问题 抢过纸笔飞快地写着 你们怎么会在这里 是救援队把我们安置在这里的 我们要隔离一段时间 确认没有被感染的人 才能被带走 我们刚刚在窗口 看到你在下面烧起来了 就下去几个人把你给救了 我笑着对他点点头 算是感谢 这是今天唯一的一个好消息了 这个城市里还有健康的人 我终于不是一个人了 但我并不能彻底高兴起来 因为妈妈的短信还言犹在耳 不要跟救援队走 为什么不能跟救援队走 难道说他们其实不是想救人吗 高中部没有住宿 当然也没有床 我们幸存下来的人 都是把几个桌子拼在一起 睡在上面 可想而知 我的睡眠质量并不好 再加上耳机里能震死人的音乐声 我高度怀疑自己已经聋了 吃的也很差 都是一些像石头一样硬的干粮 配上限量的矿泉水 我连从桌子上面爬起来的力气都没有 看大家样子也差不多 只有苏杨一个人 还有精神给大家分发食物和水 她走到我这里时 除了定量的东西 还塞给我一张纸条 我迫不及待的打开 上面写了一行小字 我撤离的时候看见你妈妈了 她被救援队带走了 所以不用担心 你们很快就能团聚了 我的头皮瞬间发麻 跳下桌子几步追上她 你在哪看见我妈的 她是自愿跟救援队走的吗 她被我的样子吓到 好半天才想起递给我纸笔 写字交流实在是太慢了 不过好在都弄清楚了 我妈妈是早上在工作地附近 被带走的 她当时的样子有点不愿意 应该是担心我自己在家吧 可是救援人员 根本不听她的解释 两个人直接架着她 塞进车里去了 听到妈妈被带走 我还是有那么一点点高兴的 至少她还活着 也没有被感染 像苏杨说的 说不定过了隔离期 离开这里时 我们就能团聚了 我沉浸在和妈妈团聚的憧憬里 抓着苏杨的纸条 重新躺回到属于我的桌子上 门口突然出现一个 穿迷彩服的人 拧了一个好大的黑色袋子 周围人对她的出现 没有太大的反应 想来已经习以为常了 她是来给我们的耳麦 更换电池的 黑色的袋子一打开 一板板五号电池就录了出来 她干得很认真 并且拒绝了苏杨要帮忙的好意 一个人一个人的认真更换 走到我面前时 可能是被我丑陋的头皮吓到 皱了皱眉 露出了一个担心的表情 耳麦里的电池被拿走了 音乐也跟着停了 虽然耳鸣还是很严重 可我至少能听到她说话了 她在问我 头是怎么弄的 明天我给你拿点药来 我冲她笑笑 然后问 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解除隔离 新的电池已经按上了 震耳欲聋的音乐声再次响起 她没有停留 继续向下一个人走去 我只从她的淳语中大致猜测 她给的回答是不知道 刚刚燃起的希望之火 又被无情的浇灭 妈妈的话再次浮现在眼前 不能相信这些救援人员吗 仔细想 确实有很多一点 遇到这样神秘的病毒 冲在一线的 不应该是医护人员吗 再不计也应该是警察 或者消防员 为什么是这些穿着迷彩服 看不出身份的人 而且我们还在隔离期啊 为什么他们 可以不做任何防护的走进来 我把疑问悄悄写下来 拿给苏杨看 她的眼神变得无比震惊 抓着纸条的手 抑制不住的颤抖 苏杨把我拉到没人的楼梯间 取下了耳机问我 你怎么会想这么多 是不是知道了什么内情 我摇头反问 还有内情 她泄了气一样的滑坐到地上 你来的晚不知道 这里原本有很多人 从上到下 每一个教室都住满了 然后他们都被一批一批的带走了 包括我的爸爸妈妈 现在剩下的 就只有我们这些孩子了 LPRMW7 我震惊的长大了嘴巴 他们都去哪了 她苦笑着摇摇头 这种事情我怎么会知道 大人们都觉得我们不懂事 什么都不和我们说 我突然想起了什么 蹲在她面前急切的问 你说你是什么时候 看见我妈妈被带走的 你没来上课的第二天早上 不对 肯定不对 你有没有记错 她坚定的摇头 绝对没错 那天早上白曼发病了 然后你也没来上课 我们都在猜 你是不是也发病了 结果第二天 我妈就不让我上学了 所以肯定是那天 天哪 我发现了什么 妈妈给我发消息示警 是第二天晚上 可苏杨却说 她是第二天早上 看见我妈妈被带走的 也就是说 苏杨那个区 和我们区的救援时间是一样的 在我犹豫 要不要等妈妈回来的时候 她已经被救援队带走了 妈妈是被带走近十个小时以后 才发消息提醒我 不要跟救援队走 这几个小时到的时间里 她就在救援队临时搭建的隔离社区 那她到底看到什么 才会告诉我 不要上救援队的车呢 我把我的发现告诉给苏杨 她也是一脸的震惊 如果我妈妈这样说了 那就说明救援队有问题 那么那些已经被带走的人 包括苏杨的爸爸妈妈 很可能已经陷入到危险之中 她的脸色变得异常难看 我觉得我的也好不到哪去 我们面对面的沉默了很久 她才叹了口气说 先回去吧 该发餐了 我今天设法打听打听 你等我消息 我点点头也戴上了耳机 两个人一前一后的走进了教室 只要你细想 就能发现很多不合理的地方 比如市面上哪里能逃到 这么多老掉牙的耳麦 而且每一个都是没有关机键的 只要电池有电 就一直以最大音量循环播放 这显然是被改造过的 他们让我们带着这个东西干什么 我不相信仅仅是为了 防止外面的感染者说话 那些感染者太阳一落山就会睡觉 晚上要是没有外界刺激 根本不会发出半点声音 作息规律的连苦行僧都自叹不如 接近傍晚的时候 苏杨又递给我一张字条 只有简短了一句话 这里有问题 夜里11点我们一起走 我想问他 纸条上的我们代表几个人 可看字条的功夫 他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苏杨是唯一一个被允许下楼的人 他每天都负责楼里所有人的餐食 和我们相比 他应该更能打听到内部消息吧 所以我选择相信他 夜半时分 我闭目养神时被推醒 然后看到了一屋子正亮的眼睛 原来苏杨说的我们 指的是我们所有人 在他的带领下 我们拿着仅有的食物和水 一个跟着一个下了楼 楼下的感染者 大多都已经变了样子 这会闭着眼睛一动不动 在月光下真的很像是一棵树 我摘下了耳麦 小跑着追上领头的苏杨问 你发现了什么 苏杨眼神里满是紧张 伸手想要帮我把耳麦戴上 却被我偷袭也摘到了耳麦 不要紧 这些感染者一到晚上就会睡觉 他心虚的四下张望 才皱着眉头问我 你要干什么 我又重复了一遍刚刚的问题 你发现了什么 他开始不耐烦 什么发现了什么 我的眉头也皱了起来 你失忆了 不是说好了 打听救援队的真正目的吗 别胡闹了 什么目的 人家是来救我们的 快点回到队伍里 等下上车的时候 清点人数又乱了 我如遭雷击般呆立在原地 不是说好了要逃跑吗 怎么又上车了 难道苏杨被收买了 我已经没有时间思考这些了 直觉告诉我 一定不能上救援队的集装卡车 我回头看去 从楼里源源不断的有人走出来 他们神情木讷 在月光的映称下 犹如行尸走肉一般 现在逆着人流走回去太过扎眼 唯一的办法就是躲到小麦布去 学校的小麦布 在教学楼侧面独立开了小门 躲在那里等所有人走了再出来 兴许还能逃出生天 于是我猫着腰 以最快速度冲到了墙根底下 然后借着围墙阴影的掩护 快步朝小麦布走去 我低着头 全部心思都放在脚上 想着快点再快点 却没成想围墙边上还站着人 一头撞进人家怀里 两个人因为惯性一起摔倒 那个人看起来年纪也不大 看着有些脸熟 可能是高年级的学长 我的心立刻提到了嗓子眼 连连作医 又把手指放在嘴唇上 请求他不要出声 可人心怎么可能是那么容易收买的呢 他宁笑着摘下耳机 用比耳机音量更大的声音嘶吼 有人要逃跑了 有人要送死了 都死吧 18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哈哈哈哈 他的声音太大了 我的心脏被吓得一哆嗦 可等了一会都不见动静 这才想起周围人都带着耳麦 根本听不到他发疯 他的双眼闪着疯狂的光 扑上来抓着我的双脚 就往队伍里托 嘴里还阵阵有词 要死一起死 到了黄泉路上 也好凑一桌斗地主 我活都要下眉了 后背被磨得生疼 想要起来腰肤力量又不够 直击的满头大汗 周围开始传来惨叫声 人群乱了起来 有往出跑的 也有往回跑的 大家撞在一起 跌倒了又站起来在跑 场面开始不受控制 我只能尽量将身体蜷缩到最小 祈求那些慌乱的人 不要踩到我的脸 尖叫声四起 就像那日被救援的车队 碾过的感染者 一样的人间炼狱 地上的血会聚成一股股小河 匆忙奔走的脚步声 也慢慢少了 我这才敢慢慢做起来 那是怎样害人的景象啊 疯子学长刚刚的叫喊声 惊醒了感染者 他们睁开眼睛就开始狩猎 就在离我不远的地方 他的两只胳膊 分别被两个感染者死死抓住 伸进嘴里 像胡萝卜一样吃的正欢 一边已经吃到了手腕 另一边还在啃食手掌 血像喷泉一样 把两面的感染者都染成了红色 比最恐怖的电影 都要来的震撼人心 疯子学长的头 无力的耸拉着 看样子已经失去知觉了 我竟然有点羡慕他 我的胆汁都要吐干净了 可为什么还是晕不了呢 几束手电光 从学校的炸篮门罩进来 将这人间炼玉罩的亮如白昼 那是特制的手电筒 晃得我根本睁不开眼睛 耳边的惨叫声还在继续 空气里的血腥齐勋的我一直在吐 我想我快要死掉了 我甚至有一点希望 死神快点来 不要再折磨我了 门口有大喇叭在喊 爬出来 肚子尽量贴在地面上 他们的腿已经植物化了 弯不了腰 重心一定要放低 那个声音一直在继续 鼓励着我一点点爬到门口 血已经汇集成河 我在血河里匍匐前进 我才看清一直鼓励我活下去的人 竟然就是救援队 苏杨脱了外套给我披上 我一点都不领情 冷漠地将外套甩到地上 被一个救援队的人扶着上集装箱 里面很黑 只有门口一点月光透进来 他们正亮的眼睛惊恐地盯着我 旁边的人更是往里缩了又缩 我想他们是被我身上的血腥味吓到了 好在陆续又有几个血人上了车 我们一路抱着膝盖坐着 一言不发地撑到了目的地 下车的时候 我身上的血已经凝结成块 稍微动作就有血渣扑素素的掉 我想我的样子一定很识人 因为周围的人经过我时 都刻意地加快了脚步 进了血又干掉的衣服 穿起来硬邦邦的 扎的皮肤又痒又疼 好不容易撑到了目的地 一所看起来已经废弃很久的医院 我迫不及待地冲进了洗手间 穿上好些人送来的衣服 我才觉得自己又活了过来 经过走廊去餐厅的时候 看到院子里有很多人在大喊大叫 那些人疯了 被耳机里的音乐逼疯了 我转头看到是苏杨 本来不想理他 可我实在太好奇了 忍不住追问 被什么逼疯了 咱们耳麦里的音乐 是心理专家精心设计的 原本是想利用心理暗示和催眠 让人失去愧疚心理 可惜失败了 他的目光看向窗外 我立刻就知道 他所说的失败是什么意思 同时也在庆幸 自己戴耳麦的时间不长 没有被变成外面那些大喊大叫的人 我盯着窗口出神时 苏杨继续解释 我取餐时 偷偷溜上了指挥车 就看到几个身穿白大褂的人 在通过监控摄像头研究我们 他们看瞒不住了 就把事情告诉我了 不好意思哈 来不及和你解释 我难以置信地追问 就这么简单 苏杨无奈地点点头 其实也是陆续发现 有人神志失常 知道这种治疗手段没用 已经准备终止实验了 实验两个字刺痛了我 难道我们是实验箱里的小白鼠吗 我们的谈话被打断了 因为我闻到了饭香 天知道我有多少天 没有好好吃饭了 这味道一下子就打开了我的味蕾 没有什么比填饱肚子更重要了 我端着堆成小山一样的餐盘 在坐椅间穿梭 饭点里的食堂坐满了人 根本找不到拼桌的地方 突然我的脚步停了下来 再也卖不动分好 因为我看到了妈妈 她还穿着之前的衣服 坐在角落里慢慢地吃着饭 她的样子逐渐变得模糊 我痛哭出声 一路飞奔到她面前 喊了一声妈 这段时间所有的遭遇 所有的委屈和痛苦 都有了发泄口 我趴在她膝盖上 哭得昏天黑地 直到苏杨找到了我 并把我扶了起来 我接过她递来的纸巾 擦干眼泪鼻涕 惊讶地发现 妈妈竟然还在吃饭 她餐盘里的东西都快要吃完了 也就是说 我刚刚趴在她身上哭的时候 她一直在吃饭 这怎么可能 她可是我妈呀 失散了多天的妈妈 苏杨扯了扯我的衣角 示意我看周围 我这才发现 大家都不对劲 他们都在埋着头吃饭 对母女相认的戏码毫无兴趣 甚至没有人抬头看我一眼 这里 这里好像不大对劲 我们还是走吧 苏杨小声提醒 我瞪了她一眼 要来的人是你 要走的人也是你 要走你走 我不走 不等她回答 我就重新扑到了妈妈怀里 妈 我是奶昕啊 你看看我呀 你怎么了 妈妈掏出纸巾擦了擦嘴 对我微笑 是奶昕啊 你也来了 你吃饭了吗 我吃完了 你坐我这里吧 说完她轻轻推开我 朝着出口的方向走了 我呆呆的棱在原地 生平头一次觉得自己认错人了 这根本不是我妈 虽然她顶着和我妈妈一模一样的脸 可我的妈妈那么关心我 就算是我搬凳子砸到了脚 她都要脱了袜子 疼到眼前仔细检查 我是她唯一的亲人 她怎么可能这么冷漠 怎么可能这么陌生 直到她的身影消失在出口 我才回过神 大叫的追了过去 在二楼的休息室里 我终于追上了她 她正站在门口 和一个身穿迷彩服的人小声交谈 两个人偶尔会向我这边看上两眼 这让我觉得有些不舒服 好不容易哀悼了那人离开 我迫不及待地迎了上去 妈 是我呀 你把我忘了吗 妈妈捧着我的脸 亲了又亲 一脸温柔地回答 怎么可能呢 我的傻孩子 丽医生说了 让我对你好一点 今晚开始你就和我一起睡吧 说着她转身去里面收拾床铺 我却呆立在门口不知所措 她亲了我 她已经很多年不亲我了 但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我觉得 这些都是刚刚那个迷彩服教她的 她对我没有一丝一缕的感情 我们根本就是陌生人 妈妈 你到底怎么了 我和妈妈相处的时间并不多 除了吃饭睡觉 她大部分的时间需要去外面劳作 在医院的后面 开辟了很大一片荒地 很多都已经长出了央苗 看来那些人是想要我们在这里长住了 趁着吃饭和短暂的休息时间 我尝试着跟妈妈一些 只有我们两个知道的事情 她每次都能对答如流 这让我又有了些恍惚 似乎眼前的人就是我的妈妈 只不过她不像以前那样爱我了 我的妈妈到底怎么了 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长一段时间 以至于我对苏杨的态度 也变得有些不理不睬 苏杨有一天主动来找我 乃馨 这里真的不对劲 我们一起逃走吧 我摇了摇头拒绝了 乃馨 大致被感染了 我亲眼看到 她站在后边的菜地里动不了了 然后 他们开来了铲车 把她铲走了 我还是摇头 她急得抓住我的肩膀 你怎么了 你到底有没有听到我在说什么 很多孩子都不见了 很多 我冷漠地打掉了她的手 干脆地拒绝道 要走你们走吧 我哪也不去 我妈妈还在这里呢 我头也不回地走开 但还是听到了她在背后大喊 她已经不是你的妈妈了 你醒醒吧 妈妈 不再是妈妈了吗 后来苏杨也不见了 我不知道她是逃走了 还是被感染了 这里每天都会有孩子感染 大家对待此事的态度都很冷漠 连带着我也变得麻木了 我终于等来了手术的日子 和其他11个孩子一起 被带到了地下室里 手术前需要把头发剃掉 因为我的头皮受伤了 再也长不出头发 所以比别人少了一个准备步骤 第一个被带进了手术室 我被绑在手术台上时 他们还在准备手术用的器具 有个医生打扮的人 走到我面前问 小姑娘 紧张吗 我点了点头问 你们什么时候给我打麻醉 她伸出宽厚温软的大手 摸了摸我光秃秃的头顶 和蔼地回答 不用麻醉 大部分的脑手术都不需要麻醉 我震惊地长大了嘴 不需要麻醉 你要活生生地切开我的脑子 哈哈 你误会了 我们不需要开刀 她拉下口罩 对我做了个鬼脸 才继续说道 我们只需要一根长钉 从你的鼻腔伸进去 轻轻一捅 我更害怕了 指尖抓住了她的衣角 紧张地问 那我会死吗 当然不会 悄悄告诉你个秘密 这个手术我已经做过上万例了 从来没有失手过 那 那真的只疼一下吗 准确地说根本就不会疼 你的感觉就好像中感冒 或者沙子迷了眼睛 我松了口气 她也抽回了自己的衣角 去准备台那边戴手套了 我盯着头顶的无影灯 恍惚间又想到了 逃出学校的那个晚上 那一晚真是劫后余生啊 我有种感觉 今天下了手术台后 又会是一次重生 但我还是有点紧张 我这人有个毛病 就是只要一紧张 就会变得话多 她把正亮的长钉 伸进我的鼻子时更是如此 医生 为什么要给我做这个手术 我是不是也被感染了 还没有 不过如果不做手术 我们早晚都会被感染的 那你也做了手术吗 是啊 我是最早一批做手术的 我的一个同事 因为这个手术失去了听力 不过 这不耽误她 做一个好医生 我的手心开始出汗 但也知道自己逃不掉 于是赶紧转移话题 医生 你也给我妈妈做过手术吗 她变得和以前不大一样了 我不认识你的妈妈 不过按照你的年纪来算 应该已经有人 给她做过手术了 手术之后 的确会有些不一样 主要表现在情感方面 会表现得有点冷漠 我兴奋的点头 对对 就是冷漠 我好像感觉不到她的爱了 别动 她严厉的呵斥我 我们做过研究 这个病是因为病毒 引起的大脑病变 病变又引发了神经异常生长 这个病变的脑组织 正好分管情感 所以如果人类出现了 持续性的情绪波动 悲伤 内疚等等 就很容易引发病症 所以你们要切除脑组织 可是为什么大人们都做完了 我们小孩子这么晚才开始做呢 和我一起逃出来的朋友 都死得差不多了 因为你们的大脑还在发育 比成年人的大脑结构更复杂 而且大人做不好 大不了变成瞎子笼子 给社会增加点负担 你们不一样 你们是人类的未来啊 要更谨慎小心再小心 当锤子敲击铁钉的声音 我感觉那根长钉 插进了我的天灵盖 顿时有种醍醐灌顶的感觉 所以 只有做了这个手术 我们就不会被感染了 就像糖尿病人要切掉病足 胆结是病人要切掉胆囊一样 对了 他凑近了看我的脸 现在跟我描述一下你的妈妈吧 我妈妈原来是个脾气特别大的人 但是我不怪她 因为她其实挺苦的 当 哎呦 她其实内心特别脆弱 只能用张扬跋扈来武装自己 当 还有吗 嗯 就是个女人 母亲 挺普通的 当然 所有的母亲都很伟大 就都一样 没什么可说的 好了 手术完成了 是不是一点都不疼 嗯 不疼 我被扶下了手术台 一个人穿过长长的走廊 妈妈在出口的地方等我 看到我出来微微点了点头 我也朝她微微点了点头 妈妈转身上楼 我跟在她后面 突然觉得 这样的相处方式也不错 晚安